從小我們莊醫師跟她的夫人本人 在民間鄉可以說是人脈相當的豐沛 同時在地方上 因為經營了非常好的一個中醫診所 我們的瑞郎堂 在我們地方上可以說是照顧很多的民眾 那麼在這個玄武祭祀已經30年了 在電影上有很多人都需要幫忙 所以在醫師的高明 同時也因為有非常多的一個愛心 在臨電影上可以說是尤雙數有很多固定的 所以這個我們說父母全職 在他們兩個人 不管說是在這個事業上經營的相當好 估計兩人對於國立事業 都是相當用心的投入 所以社團的活動也參與的相當多 同時也因為這樣的環境 我們的新郎觀如木蘭呢 對於很多的社團活動 也都是相當有非常高的一個參與度 所以說